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有给大家介绍奥特曼的发光迷你人偶 还有卡片的玩具 首先我们用卡片召唤出了迷你的初到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他的眼睛可以发光吗? 他的手部还可以活动 面罩的部位可以拿下来 然后里面可以放发光的元器件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发光的 接下来我们用卡片召唤出了迪迦奥特曼 迪迦奥特曼的迷你人偶看上去好萌啊 那你们知道迪迦奥特曼的必杀计是什么吗? 如果知道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哦 他也要去打怪兽了 迪迦奥特曼的ument 迪迦奥特曼的格索 迪迦奥特曼的物体 迪迦奥特曼的角度 迪迦奥特曼 这是杰德奥特曼的原始形态 那你们知道原始形态是由哪两个奥特曼融合变成的吗 他的手上还有手刀的武器 那你们知道还有哪一位奥特曼的手上也有手刀的武器吗 他的眼睛看上去好酷啊 我们用卡片召唤出了迷你的贝蒂亚 他的手部也可以活动 他手部的爪看上去好长啊 那这个爪是贝蒂亚的一个武器哦 它可以用来攻击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贝蒂亚的必杀技是什么吗 诶 那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他的身上有很多紫色的花纹 这是赛罗奥特曼的另外一个形态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形态吗 接下来我们用卡片召唤出了凯撒贝蒂亚 凯撒贝蒂亚看上去好酷啊 他手上的爪变成了红色的 然后他还有一件红色的披风 这是我们刚才召唤出来的贝蒂亚 那你们知道凯撒贝蒂亚和贝蒂亚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发光的 这时候两位姐姐的奥特曼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这是好勇形态还有君皇形态 这里有个背景板可以装饰上去 首先是出的奥特曼 让我们来将他发光 哇哦 太神奇了 把奥特曼放到这个台座上面 他的眼睛就会发光了 接下来是迪迦奥特曼 大家看迪迦奥特曼的眼睛也发光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接下来是欧巴奥特曼 哇哦 欧巴奥特曼的眼睛发出的是白色的光 然后是贝利奥特曼 贝利奥特曼的眼睛发出的是红色的光 接下来奥特曼的眼睛发出什么颜色的光呢 是浅蓝色的光 接下来奥特曼看上去好酷啊 接下来是赛罗奥特曼 把他放到台座上面 他的眼睛就会自动发光了 太帅了 这是我们的奥特曼发光军团呢 别忘了我们还有凯撒贝利亚 凯撒贝利亚发出的光是什么颜色的光呢 把他放到台座上面 原来他的眼睛发出的是和贝利亚一样的光 是红色的光 那只要把奥特曼放到这个发光的台座上面 他们的眼睛就会自动发光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如果喜欢的可以给我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